好 但你来看到在今天上午8点多左右 一名攀姓驾驶呢 开车到关山警分局前面的广场 并且向值班的园警表示 自己的车头前水箱卡了一只山枪 那么请求警方来协助 而园警呢外出查看 果然看见一只山枪就卡在汽车保险桿上 那么警方是立即联系保养场 还有住在池上野湾动物保护协会人员前来救援 那么索性在群策群力之下呢 顺利将山枪救出并且带回治疗 池上野湾动物保护协会的兽医师 正在为山枪进行治疗 因为这只山枪疑似误闯道路 遭到货车撞击 还卡在了汽车的保险桿上 差点没了小命 今天上午8点时 一名攀姓驾驶将车开进关山警分局的广场 向警方求救 因为他的车头上卡了一只山枪 而当时山枪还活着 这让驾驶不知如何处理 急忙向警方求助 而关山警分局的园警 立即联络镇上的修车场 以及通知池上野湾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员前来救援 感谢镇上瑞城汽车保护厂及野湾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人员的协助 顺利救援三枪 抢救一条宝贵生命 令民众车辆在行驶时若发现异状 建议选择妥视安全停车处所后 停下详细检查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 若发现可以人事务请拨打110报案 警方将尽速前往处置以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潘信驾驶 今日清晨从高雄市出发要前往花莲 7点40分时 在关山镇的路旁稍作休息 才发现车头卡了一只山枪 而目前该只山枪正由野湾动物保护协会照顾当中 记者陈吉林关山镇报导